在17號下午的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上 黨主席朱立倫宣布 徵召新北市長侯友宜 為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參選人 同時也公布了多位民代參選人名單 在熱烈的掌聲中侯友宜起身敬禮鞠躬 對遇會人士表示感謝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不吝嗇對侯友宜的稱讚 朱立倫還特別感謝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盛展他的氣度相信他會是藍軍的領袖之一 我更要感謝郭台銘董事長 他展現出一位國際級企業家的遠見 今天更展現出他的氣度 跟我們大家要團結在一起 堅定的來支持 全力的來支持我們提名的侯友宜同志 我相信國董事長一定是我們藍軍最重要的領袖之一 也是我們重返2024重返執政最重要的夥伴 侯友宜在發言時感謝國民黨的提名 也感謝郭台銘的成全 更提出如今的台灣社會衝突對立百废待舉 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 他強調接下來的唯一的目標就是政黨輪替 台北 基隆 桃園等多地縣市長也出席了當天的國民黨中常會 與民代參選人一同喊話強調要為2024大選勝選而共同努力